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连续热了几天 大家感受已经很清楚了 那就是跟过去这几天一模一样 因为水气非常的少 然后高压势力非常的强劲 所以也使得温度阳光不但直射 而且高压使得所有的风往下沉 那个气温就快速的上升了 那么各地中午前后都可能出现 35、6度甚至于38度的高温 这里面包括了像花蓮县重谷 尤其是已经连续性的高温 台北市昨天也出现了37.6度的高温 我昨天就只有在下午差不多3点钟的时候 那么走了一小段路 大概总共就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热到全身冒汗 我就知道说 所有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朋友们 真的是辛苦了 好 那么今天呢 各地的天气状况 仍旧是高温炎热 那所有呢 曾经发布高温讯息的地方 今天同样都有高温警告 各地的降雨几率呢 都不到10% 而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7到36度 中部地区是26到34度 南部地区东部地区白天的温度是26到35度 澎湖地区是27到32度 这只是一般平地有海风调节的地方 那如果说是在被封面的山底下的话 那那个就会有沉降效应的影响 所以就会特别的热 37 38度 39度都是有可能的 好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南高雄现在已经29度了 台中27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28度 那么这个周末呢 有日环食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得见到的天文景象 如果说大家呢 有兴趣的话 在礼拜天可能下午的时候呢 只要你是比较不靠山区的地方 比较平地 甚至于靠海边的地方呢 那么包括了像云林嘉义 还有台东 以及离岛的金门澎湖 因为就这一个纬度带来讲的话呢 都是可以看到 非常完整的日环食 那如果说是在 其他地区的话呢 也能够看到 日偏食 目前看起来 这个周末 虽然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雷震雨 但是呢 目前看起来 礼拜天呢 看到日环食的几率 其实是相当高的 大家可以做一些准备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涨跌互建 道中贵指数下跌170点 刷盘指数是26,119点 跌幅0.65% 纳斯达克则是上涨了14.66点 刷盘指数是9910点 涨幅0.15% S&P指数下跌了11.25点 刷盘指数是3113点 跌幅0.36% 费城半导体则上涨了18.39点 刷盘指数是1984点 涨幅0.94% 这个科技独强的情势呢 仍旧持续 尤其是五大 这个科技巨拨 包括了亚马逊 苹果 脸书 这个Alphabet 还有微软 还是相对比较强劲 里面亚马逊Alphabet跟微软 都是上涨的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 则是因为风险意识提升 包括了中国大陆的北京的疫情 以及美国现在呢 至少有六个州 单日确诊人数创新高 所以呢 这都使得 那么市场担心 疫情的控制 恐怕没有这么的简单 所以呢 油价是下跌的 纽约油期货价格 下跌了42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 37.96美元 跌幅1.09% 北海布兰特原油 则是下跌了25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 40.71美元 跌幅0.61% 那么昨天呢 美国政府所公布的上周 美国的原油供应量 其实是小幅上升的 这也导致油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不过汽油跟真六油的库存是减少的 那么另外呢 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发布的阅读报告 他们判断下半年石油的需求 应该会比疫情之前的 每一天减少640万桶 虽然还是减少 但是呢 比上半年一口气减少1190万桶 是明显的需求回升 再加上呢 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预计他们7月底之后 仍旧是维持着减产的态势 所以呢 下半年供需平衡的可能性呢 相对就比较高 当然这必须要看 石油需求在下半年 能不能够逐渐回升 这个预判呢 其实相当的重要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黄金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小跌了90美分 每盎司的报价是1735.60美元 跌幅0.05% 美元指数则小涨了0.15个百分点 来到97.082 那么这个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市报 白总股价指数上涨了10点 收盘指数是6253点 涨幅0.17% 德国法兰科夫指数上涨了66点 收盘指数是12382点 涨幅0.5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43点 收盘指数是4995点 涨幅0.88%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那么最新的消息是美国的房地产的相关数字啊 那么其实跟预估值相比都是糟的 就没有预估值来的好 新屋开工的年化总数呢 是97万 那预估值是11万 虽然比前一个四月份的89万来的高一点 但是呢跟预估值很明显的是下滑的 那么另外呢 在五月份的营业 营建许可的部分啊 那么这个四月份是月减20% 这个减幅非常的大 那么五月份呢月增14.4% 但是呢也是不如预估值 所以摆脱了四月份最糟的情况 但是呢跟市场所预测的房地产回温的速度来看的话呢 回温的速度没有预起来的多 好所以美国联准会鲍尔呢 他正在连续两天在美国国会进行半年一度的货币政策听证会 那么从听证会里头呢鲍尔仁就是认为美国经济呢 深陷严重衰退 这一季也就是第二季可能会创下最大的衰减幅度 他没有预估数字啊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预估了20%到40% 不过他并没有预测数字 但他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衰退幅度 而且复苏将会是一条漫漫长路 不会有V型反转 那么整个的复苏必须要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联准会不会推动负利率 这是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呢 不断的强调 另外呢美国贸易代表莱海泽 他向美国国会呢表明 美国将会向WTO世界贸易组织呢 那么要求重新谈判美国的基本关税承诺 这是每一个国家 其实在加入WTO的时候呢 都会去谈判的一个基本关税 就是说我的平均实质关税 不可以超过一个数字 那美国的数字呢 是3.4% 平均约束税率不得超过3.4% 那这是主要以开发国家当中呢 确实是属于最低水准 那你比如说像开发中国家 当然就更高 比如说像印度啊 他的约束税率平均是51% 巴西是31% 现在美国呢 要跟WTO世界贸易组织 重谈关税承诺 这个势必冲击 所有跟WTO相关的国家 好 所以呢 这个呢 后续的影响 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资金往哪里流 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呢 他们这个引述了 Refinity of the Leaper呢 他们所做的调查显示 那么回溯到1992 二年的资料显示 目前的货币市场基金 规模已经上升到了 4.6兆美元 这货币市场基金啊 它其实是操作那种短期票券 那你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流动性现金 它只是另外一种形式 然后很快短期之内 三天之内可以调度的现金 所以货币市场基金呢 它创了历史新高 4.6兆美元 这是代表的市场呢 它的现金水位 仍旧是在高水位 那因为市场还是很担心 随时疫情再出现反转 然后呢 是不是又有国家 要继续的封锁 对于所有的经济运作 要再产生冲击 所以看到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凸显出市场 其实现在疑虑人生 那么当然这次可以两方面解读 一个解读是说呢 因为疑虑很深 所以随时反转的时候呢 那整个卖压也会很重 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如果它继续上升的话呢 那很多这一些现在现金部位的人 他就会被迫要追捧现在的股市 所以两面刃很难讲说 它是百分之百的方向 那这就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罗杰斯 金部罗杰斯 他是非常知名的投资家 他在年轻37岁的时候 他就赚得了 他这一辈子也花不完的财富呢 所以呢就决定呢 从这个投资界呢 退休 然后去哥伦比亚教书 不过他后来还是去环游世界 骑机车 然后开宾式车 环游世界 然后呢他到目前为止呢 在投资界的人就是非常的有名 那罗杰斯呢 他很明白的表明说 他认为现在应该要有的投资标定 黄金白银 俄罗斯的股票 以及大陆的股票 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这个是罗杰斯的点名四项标的 黄金白银 陆股跟这个俄罗斯的股票 那么如果你看过这个 这个罗杰斯最近所出版的 未来的这个经济呢 是在亚洲 这本书的话 你会很清楚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些建议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经济的基本面的部分 日本跟新加坡昨天公布 五月份的进出口数字 衰退的幅度 仍旧是比预期还要来得糟 日本呢五月份的出口 比去年同期大幅度的衰退了 百分之二十八 那么幅度是创了 2009年十一年来的 最大的衰退幅度 好衰退了百分之二十八 而新加坡呢 则是衰退了百分之四点五 中止了连续三个月的上升 过去这三个月的上升 主要是药品出口啊 非常的多 那么电子产品呢 其实也还在正成长 但是呢 那么其他的包括了 传统产业的石化化学产品呢 衰退 所以呢就使得新加坡呢 那么出现了中止连三个月的上升啊 然后出口是衰退的 好这是新加坡跟 日本日本的衰退当中呢 最严重的其实是汽车 以及汽车相关的领主业 那么这就要看到的是 货柜航运业 现在看起来秋季可能会忘记不忘 这个呢 是由非常知名的海运顾问公司啊 那么他们所做的调查显示 现在呢 因为大家认为欧美虽然解封了 可是呢 需求回升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在这个秋季 尤其是开学之前的暑假 目前看起来 采购量恐怕没有办法回升 因此整个的货柜航运业 纷纷纷的减班 海运量呢 估计锐减了四百万个货柜 好这里面有点吊诡的是啊 那么货柜的这个航运班次减少 但是货柜的船运的运价是上升的 就我减少了班次 但是船运的运价是上升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因为我现在我的运输量 才降太多太多了啊 那但是有一些短期的货柜需求 所以呢 就使得货柜船的这个这个运价呢 不管是美西线美东线 欧洲线地中海线 它的价格都比去年同期大幅度的增加 可是就船运公司来说 整体来讲是亏损的 因为它有很多的船资减班 然后呢处于亏损 就是处于闲置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整体的运输量减少 但是呢短期的价格是上升 这跟航空公司有点像啊 很多的航班通通都削减了 但是呢 它的机票价格是上升的 另外呢像BDI散装船运的 这个行情呢 也是大涨啊 其实也都跟这个情势是有关系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希尔顿宣布 那么全球裁员2100人 这裁员人数达到22% 而汇丰呢 也将裁员35000人 这是他全球的员工人数的14.9% 好另外呢 要注意的是 中印之间的情绪 大幅度的彼此之间仇视的情绪升高 这个对于区域的稳定 也会有负面的影响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入股的部分 上证综合指数 昨天小涨了4点 刷盘指数2935点 涨幅0.14% 深圳层指上涨了21点 涨幅0.19%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37点 涨幅0.56% 好昨天呢 新台币呢 继续的小幅升值 升值了2.20分 来到29.682 来到了两年多来的新高 今年新台币呢 升值了4.24脚 而我们的这个竞争国呢 那么韩国则是 这个则是贬值了4.88% 一方面我们升值1.43% 而韩元贬值4.88% 这使得台币呢 成为亚洲最强的货币 所以呢 今天呢 那么央行要举行 利率的决策会议 现在市场预测 那么央行是有可能降息 然后来避免新台币 它不断的升值 这一点呢 是非常值得观察的